好 接下來的全國投票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到 昨天有警告各位 昨天有特別提醒各位 所以很多這個市場上在 股票市場上超過5年 8年 10年 20年的 看我們的節目都會很感動 尤其像昨天來跟各位講 這一波的控盤手是很古典的 它的手法很類似90年代 每次出現一批新的主流 都會套牢一批舊的主流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昨天的盤中看得出來 那麼很刻意的在壓回的過程當中 高點不過著高 高點不過著高 其實就是在象徵的一個意義 叫做今天非常容易出現 一根小黑K棒 這根小黑K棒是要用來 把昨天的低點灌破的 原因在哪裡 因為倒數第二根這根紅棒 事實上因為它長度太長 假設說一般來講 如果你要粗暴的 用一個指數拉回500點去洗盤的話 那麼其實做法不需要這麼細膩 直接給你一根長黑就好了 可是像昨天這種東西 就是很明顯的 明明要破 但破不深 為什麼破不深呢 因為你距離前一根紅棒的低點很遠 你不可能破下來變成一根長黑 對不對 因為市場上的買器還在 這是一個多頭 你要破那麼深不容易 不容易 因為你要破那麼深的話 你要動到台積點 事實上沒有這種功能 因為市場上資金限那麼多條 不是只有一個 一條線在運作 所以很明顯的 這是一個換股的動作 可是並不是所謂的 長黑指數型的洗盤 那麼反光的過程當中 假設這個高點是把昨天的高點 也越過 前天的高點也越過 這就沒事了 你今天沒有越過就告訴你 這就洗盤了 這洗盤會怎麼樣 讓舊主流套牢 就像上個禮拜一一樣 還記不記得上個禮拜一 上個禮拜融資大增40天那一天 禮拜就讓一批市場上資金套牢 套在什麼股票 蓬城 對不對 強茂 然後美琪馬 他讓你套 金鴻 然後還有誰 智元 漢磊 讓你套 當時市場上喊的 最正天駕響的 所謂法人 所謂嘎空 所謂卷之筆 就是給你難看 你看這兩天誰敢跟你講膨城 你講財王 沒有人講 閉嘴就裝傻 對不對 套的高點 一批人套牢 但是你看這兩個禮拜 資金都在誰身上 元宇宙 就我跟各位講 他就讓你套牢 他為什麼讓你套你知道嗎 他讓你套他才可以儘可 才可以竭盡所能的 去拉他的元宇宙 要不然你的錢會來搗亂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 你要維持多頭格局 但是你又不要讓散戶 跟到這一批賺錢的人 這主力的手法 今天果然來一根黑棒 對不對 要解讀太簡單了 我跟你講 今天就是看幾種主要點 一種就是說什麼 美國股市拉回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放心這個地方都還沒有結束 無聊講這個就廢話了 第二個就是說 早就警告你了 其實這個宏達店不能夠追 其實你低檔怎麼不可以追 低檔可以追 但你昨天可不可以出 可以出 要不然為什麼 昨天我警告你 今天開盤很多股票也可以出 我昨天講過了 好 我們來看這種手法 90年代常見的手法 因為90年代在 台灣在2000年前後 有一批資金 其實是跑到上海深圳去的 跑到深圳上海去 台灣在2000年的前後 那個從 第一次從10393下來的時候 有一批賢禮 可能他最近回來了 我認為最近回來 要不然台幣不會那麼強 這一兩年其實都回來 所以你看 牌面上很多蛛絲馬跡 我都看得很清楚 在我眼中都像慢動作一樣 靠肋骨轉換來套牢 這個其實在大陸股市 是常見的手法 但台灣的分析師沒見過 不懂 不懂這概念 那這沒辦法 我有這個 剛好我有 你說我有這種 過去有這種這樣的一個機緣 對不對 我很懂這種手法 其實那都是台灣人 以前在890年代的時候 很多我們的老前輩 研發很多做股市的方法 那這些很多優良的傳承下來 在我們台灣市場 在過去盲目的崇拜法人的時代 都把這些很好的東西都給放棄了 很可惜 其實以前早期我們台灣 很多一些股市的前輩 有一些東西真的是很厲害的 後來都有傳到香港去 你看到那種大時代那個劇情 我跟你講 很多東西不是香港人來教台灣的 是台灣人早就會了 我跟你們講 你們說 這真的這樣講起來長天大論 很多手法我們看得很仔細 現在的年輕分析師不懂 年輕分析師頂多就是跟你假裝 他懂美國 懂美國那你要能夠預告 昨天跟你講說是有風險 那你為什麼預告不出來 對不對 我就可以 為什麼研究美國的不行 你告訴我 這道理很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美國會跌 早在八個小時之前 外資在遠東市場就先知道了 所以昨天才會出現高不過高 難不成你要等到美國售盤 才來解釋台股 那你來得及嗎 你來不及嘛 對不對 最強的一定就是這一波像紅糖店 昨天對不對 昨天你說要怎麼樣 讓他救主的短線套牢 對不對 要怎麼樣讓他短套 但是為時多頭 假設說你今天70塊買威盛 大可以買 為什麼不可以 很多人會告訴你說 今天這個股票人家沒有賺錢 所以今天風險多高 無聊到家怎麼會高 你就70進場 然後就一根漲停 兩根漲停 三根漲停 對不對 然後昨天就仔細看正華的節目 舊的主流小心套牢 對不對 然後今天就很簡單 漲停板這邊就把它出一出就好了 哪來的風險你告訴我 70看80 80看90 90看100 100看正華 高檔漲停出一出 四根漲停落袋 今天再跟著正華買新股票 要結束了 昨天我不是花一整天的節目 在講這個嗎 你當真以為只要把元宇宙喊得很大聲 你就會做元宇宙 你真的覺得這麼簡單嗎 對不對 那你看老高就好了 他昨天不是也有一些網紅 他不是也在那邊講元宇宙嗎 講得還比分析師精彩 好聽多了對不對 股票是超做的好不好 股票是做來的 你又有買進賣出 買進賣出 就像前一陣的股票 你漢磊喊得再大聲什麼用 高檔不會賣低檔不會買 對不對 對 就我會跟各位講節奏 再講一次節奏 主要賺錢就要靠節奏 你手上300萬的資金 好好想想怎麼樣運用 我跟你講就專注在這個禮拜 會漲什麼就好了 對不對 你這樣很簡單 四根漲停的棍出嗎 你就讓他震幾天 就震一震對不對 你就等紅茶店放出來 因為紅茶店放出來 他可能又會被關 下個禮拜你有又被關的風險 你就看他是要乖乖的等 不被關還是說他故意又要被關 等到下一個循環的時候 你再把美回來就好了 對不對 這也沒什麼 他今天也沒有真的跌停 元宇宙沒有結束 沒有像很多人講的說什麼 今天就結束 沒有 沒有 今天 你想想看 你高檔今天漲停有出的 你怎麼可能會走 你不會走的 你都賺那麼多錢了 假設你買一千張衛生 你知道過去一個禮拜你賺多少錢 直接可以去買一棟房子 賺多少錢 你高檔漲停板有出的 很簡單 你明後兩天 你會找低點買回來 這個就跟誰一樣你知道嗎 就跟金鴻一樣嗎 金鴻不是回去了嗎 是不是回去了 你高檔有出的 你大家回來一定會想辦法買回來 這個就多頭 除非你每次都追到高點 那沒辦法 那你就來找我 所以我跟你講 來來 我跟你講 我們下面的這個Lilet 就是我們跟其他分析師最大的不同 現在有多少市場上的圈內人 是在我們Lilet裡面 他是來跟我學功夫的 光是昨天跟你預告 今天會大震盪這件事情 新舊主流會震患 就已經何止價值千金 價值上億都有 端看你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你的功夫一輩子都可以用 我每天都會寫 我都沒去教你 我們的Lilet不是在那邊告訴你說 我好厲害 我好準 趕快剩下五個名額 趕快來加入 我今天給你幾則 沒有那種東西 我們就是在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教學 怎麼樣做股票 怎麼樣研究 哪一些股票要看 我都寫在早上盤中裡面 那有一些漲得比較少 當然就沒事 但是也受到這個震盪 對不對 也是受到這個震盪 因為這個 原理說總統領在震盪 其他人說要震盪 未來兩三天就稍微震盪一下 然後震盪的過程當中 找下一個買點就好了 像這個也一樣 另外一個是誰 長榮他們 這個東西很簡單 因為你月K棒來到上一波的高點 第一時間沒有辦法過去 你過去就變月日出了 所以這個地方壓力一定會非常大 因為它是怎樣 它是起跌點 這個地方剛好是起跌點 所以當時抄底的人 從90塊有做到100塊的 基本上已經賺三成了 在這個地方近他一億的資金 就已經賺3000萬了 那很簡單 原本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就會出現一個什麼 短線的是落日 這條上升趨勢線 一破它就失手了 對不對 那很簡單 它資金就跑出來 它跑去買什麼 這一條資金線就跑去買鋼鐵 今天很明顯就跑到鋼鐵去了 同一條資金線的 一看就知道了 一個轉弱一個轉強 一定就同一條資金線的 再來一個就是什麼 當今的主流一定就在航空身上 對不對 人家告訴你說 漲多了不要追 不要追 不要追 等到有一天跌下來一根跌停 這些人就會告訴你說 你看吧早就叫你不要追 對不對 這種伺候馬歐炮 你賺不到錢 你當下不敢追 你怎麼會賺得到錢 對不對 你去看看我們的主源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新出來的 當然幾個最重要的重點 一個台積電一定有 對不對 那個新聞那麼大 在我們國內 所以整地的 然後在這個地方 今天又擴散到房地產的 昨天有來跟各位講 可寧位對吧 最標準的土地整治當中的 標準概念股 今天在創一個短線的新高 創高以後 短線有一個獲利了結 無所謂 就是一個短線上影線 但重點在於說 每一次的拉回都比前一次高 這是一個標準的多頭格局 再來就是最標準的 當今市場上最強的股票 華航嘛 對不對 他所佔的成交量之大 已經涵蓋掉 市場上大概將近有 前面那幾檔 你把華航 長榮航加一加 加上貨櫃三雄 已經佔掉大概快要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你能夠說他不是主角 就是在說謊 我講真的 你要硬說 華航這不叫當今的主角 你就是在說謊 你就是在昧著良心 也許你心中不認同 也許你專門只挑電子股來做 也許你壓根就覺得 做傳產股是笨蛋 對不對 你都不能夠否認 買的人就是大賺了 華航會不會重演 今年的這個 貨櫃三雄的這個邏輯 我先講 絕對EPS不要那麼高了 但是明年的業績 對比今年的成長性 一定會很漂亮 因為明年各國解封 貨機就飛來飛去 現在在講貨機 接下來就是客機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根漲 他沒有到漲停 9%多啦 那我認為也很正常 因為我的邏輯很簡單 這都是 這都是什麼 這個就是 月K棒的邏輯嘛 你看日線你覺得他漲很多嘛 但是他月K拉的日K抖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講 他的歷史高點在哪裡 華航的歷史高點 先講08年的高點 在這邊嘛 對不對 這裡的量明顯是08年高點的三倍以上 輕輕鬆鬆 歷史高點在這邊 華航還沒有上百過 所以這一波其實跟去年的貨櫃山雄 非常的像 而且手法也幾乎一樣 所以資金線 它就是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說 現在盤面上什麼主角 誰是主流 電子的主流也是 傳染主流 我告訴你 現在市場上好幾條資金線 大家自己各玩各有的 就看你有沒有賺到那個錢而已 在我看來有好幾條資金線可以玩 新櫃裡面就一條了 現在新櫃裡面不只一條 我今天看變兩條了 它分兩條散開了 另一票是新追進來的 我現在跟你預告 新櫃裡面也有航空股 也有 而且是華航的子公司 好 那我現在講 接下來我們來回到主題當中 昨天跟各位講什麼會轉強 什麼機會有上來 第一個就是 先前強勢股跌過的 跌過我跟各位講條件很簡單 讓它KD回50再勾上來 對不對 不見得每個回到KD50的都會漲 但是你要能夠漲 通常你要回到50 它中間有一個交集 所謂的是包含魚跟屬魚 不是說 你知道為什麼有人看技術面是錯的 因為你迷失在一個地方叫說 你以為指標黃金交叉就會漲 這是錯的 大錯特錯 誰告訴你指標黃金交叉就會漲 寫城市交易的 買指標的 你都有這個最大的毛病 誰告訴你會漲 沒有 你選的股票不會漲 你就算黃金交叉它也不會漲 那我說老師我選的股票會漲 為什麼沒有賺到錢 因為你沒有買它起漲點 這兩個事情要合在一起看 第一個你挑要挑到會創新高的股票 第二個你再回頭去找它50的買點 兩件事加起來你就要賺錢 你挑錯回50沒有用 你挑對買到高點沒有用 殺下來你砍到低點砍完就上去了 兩件事要合起來 所以我跟昨天跟你講 宇宙中需要告訴歪西嗎 那我昨天跟各位講幾次 第一個是創委 為什麼創委 他回到50 人家今天就是漲體 對不對 所以我昨天跟你講 我當作你認同我 我想不到任何你不認同我的原因 昨天跟你遇到創委 告訴你新舊股票會轉換 今天這個叫做漲體的創委 而且我會告訴你原因 因為宇宙當中需要告訴歪西 就是這樣 買到了恭喜各位 這一根漲體我送你 對不對 我找不到任何一個 如果你看過我的節目這樣子預告 跟我這樣子分享我的邏輯 你最終竟然還可以 挑其他的分析師 我直接告訴你 我蔡聖華我服了你 你看是要比績效 比預告 比邏輯 還是要比300萬的運用方式 放馬過來 我蔡聖華在台灣 任何一個分析師放馬過來 你看過我的節目 你去看其他的 你看得下去 算我佩服你 我昨天跟你預告了 有買到的恭喜各位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強勢的股票 咬著一路獎誰都會 就像我講的 咬著紅達電獎 咬著什麼威聖獎 誰都會 對不對 如果你第一時間沒有咬到 下一步該怎麼辦 也就是說在每個時間點 都可以帶你上車 那叫你的貴人 我是朝這個方向的努力 所以我的節目才會讓你 這麼樣的流連往返 那我還繼續在努力 我想做得更精準 最好是下午 早上可以預告下午 有沒有 那我們看驚鴻 這昨天跟各位講的 對吧 回50 漲停板 沒問題吧 這是禮拜三 沒問題嗎 那這是一個日級別的第一根日出 也沒問題 所以會漲的股票你就要買在50 會漲的股票買在50 不會漲的股票買在50也沒用 好我們來看下幾個 那電池來看AES漲停 所以明天看美琪 他們那些人有沒有機會做指紋 今天比較重要當然是低軌衛星 那我昨天也講過了 漲漢拉低跟漲停 這是創新高的 這接收到了新資金 那這一波為什麼不用回50 原因很簡單 第一波看84 因為它站在80上面 那之前教過各位 可是如果是第二波拉回 你就要看50了 好那接下來最重要是台陽 對不對 因為這兩個同一組的 這兩個同一組的 那接下來就看這個 上方的壓力有沒有先過去 因為公布單月的 這個EPS不理想的時候 是在這邊 一天就解決了 一根黑棒就解決了 對不對 所以盤勢是屬於非常強勢的 好那接下來上個禮拜 昨天跟各位預告的 講到低軌衛星 回頭來看這一支 拉回來對不對 是不是拉回來 第一根日出 今天我們來看到全訓 創新高了 所以我們看到 講幾個邏輯 第一個就是說 你先前沒有做到元宇宙的 今天有沒有機會進場 有 而且明天機會更好 為什麼 因為今天剛好是前一波的股票 主流股在出現震盪 資金流出來會買新的股票 所以你今天有很多新的股票 給買 這檔股票 低軌衛星 加元宇宙 我現在邀請各位 在這一波沒有賺到錢 包括沒有賺到 威盛 衛術 宏達電對不對 沒有賺到中華化 三幅化 來找我們 前一波你又沒有做到驚鴻 又沒有做到漢雷 接下來全新的邏輯要開始 因為低軌衛星跟這個元宇宙 是分不開的息息相關 現在來看的話發現到說 你要找該或是華益 其實還是元宇宙 你就拉過來 到時候你會發現說 每個人都簽上關係 最好的方式就是找 低檔鋼器漲的 我們這個地方告訴過各位 早就已經準備好我們的股票 今天已經簽進場第一批 明天早上準時帶各位做進場 先進一段廣告稍後回來 選擇福樂自然靈麥 超級橫黃果加上專利益生菌 防身體擺脫負貪 輕盈窈條更簡單 福樂自然靈麥 新上市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 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 到封城覆蓄 舉個基本面 到深夜市旁邊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者 唯有摩爾 英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發現台灣 GO 發現活力 也發現意味 所以我選擇 一齒零抗菌EX 強力消臭 超越日賽等級 除菌除透力 一齒零抗菌EX 強力消臭 讓我安心發現台灣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 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 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 到封城覆蘇 追蹤基本面 到深夜市旁邊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者 唯有摩爾 英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訪主兄弟 優惠想不完 全車系不限里程延長保固 指定車型車價再折9萬 想優惠來兄弟 這個背影真的有神人的感覺 看你表情來聽 不太相信我是神人 怎麼會這樣 相信 相信我 神人 然而神人法力再強 也有凡人的弱點 不要動 不要動 快點啦 騙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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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狂了 我想說神人都有神功 你有神功負擬 那你也是會痛 上市貴的股票比較會受到盤4%的影響 大漲大跌美國 然後價量或者說隔日沖 當沖 資券等等之類的 新貴的話就變成一個自己的天地 事實上在走他自己的邏輯 最近的話非常的火爆 我想這裡面也跟各位講過很多資金的線路 目前來看的話是一檔接一檔 我們來看一下元宇宙的部分 第一個左針對不對 當時起漲的第一根來告訴各位 事實上不到三天就漲了80% 速度非常的快 高檔在這邊做震盪 那也不算是高檔 因為如果有在機會創新高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高檔 所以簡單來講我就只能夠這樣說 最好的進場點應該在這邊 現在已經錯過了最好的進場點 有沒有機會出現下一次 我們會持續的來做觀察 可是我認為因為股票是一隻接一隻的 比方說像這個 先前跟各位講 有一家公司切入在虛擬的世界當中 單日就拉了30幾% 今天早盤還有創一個高點 最近也跟各位講過有做天線的 對吧 VR天線的 事實上張股票今天再創一個新高 看到沒有 又是10% 這也是都昨天講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一個日出 簡單的日出之後連續從32 33 40 50 大概已經三成了吧 一個禮拜大概三成的執勁 當然總組率還是麗智 它在新規當中應該是目前算比較重要 因為快要掛牌了 這個東西我已經講很久了 因為它跟上市的CDKY 都是在電源管理IC這個地方 其實麗智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它除了電源管理系列之外 它還有MOSB的部分 MOSB是控制電流的 它JSB有點左手右手 好比說你除了這個線路圖之外 你還有開關可以做一個設施 就整套都你在做了 這樣的邏輯市場上 很多人在上市之前就先去佈局它 所以它就一直漲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其實講滿久的 我覺得你可以去Light上面看 我有寫很完整的東西 我這邊我就不附送了 但是我想大家會比較想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當時照我們的邏輯 從300開始養它 養到400 400養到500 500養到600 600養到700 700現在已經站上了 一路把它養到掛牌上市 對不對 就像我以前說的 你說你手上真的有資金的 有人告訴我說 我一一在做 我怎麼買行貨 我說你一一在做 你就丟個幾百元在那邊養著 搞不好這支股票 長大以後變周杰倫 你小時候瞧不起它 兩年之後你來看看 搞不好你所有的投資記號裡面 最好的說不定就是其中一檔股票 對不對 你就200 300 400 500 600 700 對不對 只要你掛牌 所以他們就問我說 有些人很多觀眾問我說 老師你還有沒有類似這種 其實裡面很多 那看你怎麼覺得 像比方說昨天跟各位講廣播科 對不對 他也一樣電源觀的愛系 他價格才剛剛佔上百元 今天就上了 看到沒有 這昨天講的 所以你們真的要 真的是 看我的節目真的是 有的人會瞠目節省 有的人會嚇傻 我們來看一下經歷科 IP這邊回來 來跟各位講幾個概念 講這個之前先告訴各位 這張股票今天拉30幾趴 一天 這就是魅力的 我們回頭來講IC設計 因為我現在回頭來講IC設計 他們很多都是拉回來整理以後 再創新高的話 當然相對裡面的股票 就開始做反應了 好 那有一些股票從低檔漲上來的 我們要放在 我看一下 來 三檔股票30%是最重要的概念 三檔股票30% 我一直不認為 我一向不認為 我去神化一檔股票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我很少神化一檔股票 真正會做股票的人 你是要把你手上1000萬好好做運作 比方說你1000萬全部都買的 某一檔股票 假設你在 一個月之前你全部都買例子 我舉例來講 那麼到今天為止 其實你也沒有機會賺到宏達電 因為你的錢都在那邊 所以我要強調就是說 在你看待我們的績效的同時 其實你要知道的真正的重點在於 不管你任何一個時間來找我 我帶你切入的就是現在剛好起漲的東西 不是帶你去追上一輪的東西 瞭解這一點這30%才有意義 一個禮拜去追求你的10% 三檔股票30% 正當來講就是一倍 接下來還有七週 已經過了一週半了 還有七週 拼300萬的一倍 就是你今年的目標 好好的把握這個機會 我本天帶你做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